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視察 永樂新創基地 在開口頭支票搶公年輕選票 這時北市議會正要求她去治安 報告 跑公務行程 民眾黨小姬如影隨行 涉嫌行政不中立 但黃珊珊鐵了心不去 只交了兩頁書面報告 被議會嚴厲譴責 在我們限定的期間內 再不寫出報告的話 我認為應該要送正風處調查 光珊珊置之不理 北市議員喊話 再不出席就送正風處 先前才找國民黨資深議員 陳詠德和松信區里長吃飯 事後藍營急找陳詠德和蔣灣合體 想破除被八張傳言 現在又傳出黃珊珊研覽陳詠德 加入競選團隊 不斷挖 藍營強角 威脅國民黨基本盤 謝謝 還是一樣這裡是市政考察行程 不然我又行政不中了 蔣灣安市長候選人爭取到臺北市長選勝利 是國民黨所有人的期盼也是我必須努力的一個方向 民眾黨挖強角 傳聞不斷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出手協助 蔣萬安打團結牌 穩住藍營正教 好 台北市的選戰 我最近剛開始 約會節還記得嗎 郝龍斌喊出什麼呢 藍白河的可能 對對對 就到現在完全就是撕破臉了嘛 甚至還傳出說黃珊珊是不是要跟這一位 好 這一位是國民黨非常資深的議員陳詠德 是不是呢 拔妝成功的呢 因為13號就是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黃珊珊就是透過陳詠德跟好多來營的里長 一起來參序 而且陳詠德面對鏡頭很大方的說 他理智上支持蔣萬安 可是感情上怎麼樣另外在講啦 而且也說蔣萬安要加油 很多事情都不懂 真的要學習要加油好嗎 好 那看完這一番話 蔣萬安陣營也是很緊張啦 所以才會有這一張照片 19號的時候這個蔣萬安 趕快合體陳詠德 想要破除一些拔妝的傳言 陳詠德雖然也喊出說唯一支持蔣萬安 可是不曉得這個唯一支持 是這個理智上還是感情上的 這真難說啦 所以黃珊珊現在真的是一步一步 深入藍營的這個選區了 其實我記得我們討論過陳詠德 那陳詠德因為在之前 其實剛才就像是世間議員所說的 因為陳詠德本身也是一位非常資深的一位老議員 他在台北市也選了非常多屆 也連任非常多屆 他對於台北市的市政也好 那對於台北市的議會的規則也好 他跟黃珊珊也好 我覺得一定都非常有交情 反觀他對於目前的國民黨 或者是國民黨準備推出來的蔣萬安 反而是相對生疏了 那再加上說黃珊珊 我們之前就提過了 黃珊珊在最近他勤走的市政行程 他不是空手道 他不是兩串交耶 他到的時候 他全部都是帶著資源去 過去克文哲在走市政行程的時候 他可能這個里長跟他要求什麼 他不一定會答應 但黃珊珊是有求必應的 這是為什麼黃珊珊跟克文哲 他們在處理事情上面 這會完全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陳永德 現在看到黃珊珊 他願意跟黃珊珊合作 至少在情感上面 過去他們共識了這麼久 他也對於黃珊珊 至少他過去律師議員也好 他是非常了解 對於同樣也是律師 剛才這個世間議員講 是軟男是軟男 這個不曉得是什麼男 的蔣萬安來講 這我覺得差別是非常大 至少話說話通 他們沒有那個相對應的頻道 但問題就來了 黃珊珊他現在畢竟是 台北市的副市長 我們台北市已經缺了一個市長 現在是副市長在做事 我們希望副市長就應該要秉公處理 可是偏偏副市長現在 雖然還沒有加入民眾黨 但民眾黨是有樣學樣 上梁不正下梁歪 這個禁科者黑 所以老鼠生的孩子絕對會打動 這不是說這個你看到 其實以他們幾位發言人或準備 我連他們名字都不想講 不給他們任何有曝光的機會 這個他們準備出來要參選的人來講 他們除了用言語 這個動不動就如同雅琴姐所說的 像花瓶一樣像空瓶 這不好好充實自己的內在 除了擦汗 除了梳頭 那利用每一次台北的活動 來辦他們自己的 這個議員的造勢場合 在燈會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準備選議員的 儘管他爸爸也曾經是議員 但是他選擇的是 去占台北市政府的便宜 去佔台北市官傳局的便宜 去設了一個服務處 那你看到現在 這些想要選議員的 每一次都去佔台北市民的便宜 因為黃珊珊她是公務行程 她公務行程的時候出來 我剛剛講 她出來不是兩串交 不是空手道 她是帶著一大堆的隨行人員 她是要給資源的 給資源就會有拍照 給資源就會有各個局處 那這一些人到旁邊 她看到說 原來黃珊珊副市長你在旁邊 還有那個不知名的是誰 看到她身上寫了這個 所以就相對就覺得拉近了一點 所以這個是在政治上面 我覺得混水摸魚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可惡的一點 但如果一個政黨從頭到尾 都靠蹭飯 中國人講蹭飯 都靠蹭聲量 那都靠都這樣偷雞摸口 那都靠上梁不正下梁歪 都靠這樣子寄生跟區域一樣的一個做法的話 我覺得其實台北市民也該看清楚 畢竟在上一次的時候民意調查的時候 這個黨只剩4% 現在在經過網軍這些事 他說我沒有錢付網軍 原來沒有錢付網軍 是你我台北市民我們付他的錢 去養網軍 然後他說這個名嘴跟這些什麼網軍 這些都不是正道啦 這怎麼樣的 結果他自己去養了一堆人 養開了媒體 然後去做了這個一大堆 他自己認為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還要去支持他的這些年輕人 或者是還現在還在去挺他的 我覺得真的你們要好好的 就關心一下自己 為什麼自己受虐還不自知 柯市府的問題要來請教朗東 為什麼黃珊珊 大家常常在講 他到底有沒有行政不中立 有沒有真的把這個選務 直接寄生在北市府 怎麼會他的公務行程 旁邊還帶著民眾黨的候選人呢 那議員問他 他的報告裡面是寫巧遇 是偶遇 這你敢聽得下去 對 因為在今年1月4號的時候 柯爸爸 柯媽媽 他們也巧遇了顏寬恆 所以這個就是柯市的哲學啦 遇到不能解釋的事情 就說這是巧合 都是偶然 對 偶然 但是沒有說背後沒什麼戲圖 那當然把民眾騙久了之後 大家都知道說柯文哲就是那個 揚來的這個孩子 所以狼來的孩子 所以你不會去再相信他 那黃珊珊現在他是蠻精明的啦 我得講 第一個他不入民眾黨 他為什麼不入民眾黨 他用這個方式 想希望能夠騙一些淺綠的票 讓他覺得說他沒有那麼柯文哲 但大家也知道說他背後都是柯文哲主義 他一起去寄生 市府寄生我們納稅人的錢 第二個事情是行政中益這個我們看 這個是民視新聞的這個畫面 那黃珊珊就在這邊嘛 那旁邊就是黃靜寅就俗稱的學姐跟陳思雨 因為他們兩個都要選士林 出頭妹 那這兩個呢在年初的時候吵得不可開交 他們黨員為這個差點大打出手 因為他們各有支持者的策略關係 6月12號的這個事件的話呢 他們他說這個是偶遇 這其實是很扯的一件事情 怎麼會這麼巧 而且一次遇到兩個 剛剛一跑的行政就看到他 那現在問題在於第一個 其他的現任的這個市令北投的議員 不管是藍的綠的都沒有收到通知 所以你市長要去考察這個市場 結果你沒有通知現任這個議員 反而是沒當過議員的你的候選人就巧合的出現 第二個拍照的人被爆出說是臺北市的科長 你科長你是要負責是要去了解的攤販的需求 那邊非常多這個攤商現在遇到疫情的這個衝擊 甚至遇到影響你要去了解這個狀況 結果你做的事情竟然是去幫這些人拍照 拍了美美的照片 讓後續可以到宣傳之用 這個就是柯恩哲從網訊來一貫的做法 你看柯恩哲的一些網訊是基層公務員 是約聘或是科長 透過這些方式 但是他們的主管機關他們的上級 全部的都是民眾黨的黨籍 換句話說是你今天要進了這個科士服務裡面 去當約聘的話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你如果當網訊你就飛黃騰塔 你如果什麼都不做啊 按照你自己原本做好公務員分內的事情 沒有去幫候選人拍照 沒有幫民眾黨服務 下一任可能就不聘你 這個就是科士服是完全是 這些本來這些約聘僱如果做些事 本來就下一任不應該聘他 問題是他們有些人還是遠房親戚 對那接下來的話 這些約聘僱有機會去當發言人 那這些發言原本是否沒有那麼多發言人 是柯恩哲去爭這十幾個發言人 去塞了一堆位置 然後全部都是你 那還算你的錢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民眾黨直接激進到立法院的立院黨團的這個裡面 然後他們創下了立院同一層樓 同一個單位裡面用電紀錄 連停車位停三個車位才要塞到四台五台 所以你知道這黨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說 蔣萬安他最近才不痛不癢的 開始在稍微批評一下黃珊珊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在一兩個月前 然後非常多媒體人評論都講過說 蔣萬安你如果不針對柯文哲 不針對黃珊珊市政上面的這些問題 做出監督的話 其實連藍營綠營都不可能會去支持你 那蔣萬安一開始就不打當一回事 結果他發現民調一直掉 黃珊珊已經快要超車了 那民進黨後續還沒確定 所以說他後進可期 那還不確定 那這個在追上來之後 蔣萬安開始又做很多 討好聲蘭的這個舉動 一下子說重陽敬老經委也會發啦 然後呢對於呢 那個所謂的雙城論壇的議題 他一開始的時候說法是說 要設很多前提跟條件 要看對方呢 要對外要有善意啦 要對等啊 還幹嘛 現在就說啊 我不怕抹紅啦 我就是要用神論壇 那時候蔣萬安安 他越來越往的 深藍極統的方向走 因為他發現說那些深藍的那些里長啊 那些選票啊 都一個一個被黃珊珊用市政資源去跑 然後很多里長就發現說 哇他們的名字黃珊珊都記得 因為黃珊珊本來就是從台北市議員出生的 然後所以說對於市政算是鹹熟啦 然後對於這些地方上面里長都很熟 一個個都被黃珊珊給撬走了 連原本的是國民黨的一些呢 所謂這個青年的這些候選人 但是呢 這個什麼張煥靈啊 周家鴻啊 然後看起來都長得帥帥的 照理來講 應該是可以跟蔣萬安組成這個顏值聯盟嘛 結果號稱啊 就蔣萬安他不喜歡說 行跟他太像的這個人 然後所以說呢 他們就跑去黃珊珊那邊去了 被拉走了 對被拉走了 所以說國民黨真的是遇到了 是說他現在終於知道柯恩哲有多可怕 等於是被膝蓋抹近 蔣萬安現在要再回來 去把他那個中立理性的外殼給拿掉 去討好申嵐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蔣萬安要討好申嵐 其實講到申嵐 大家想到這代表人物應該就是張亞中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來看 張亞中非常想要選高雄 可是朱立倫就是不在意啊 連民調都不給他 這個張亞中已經好幾次找人去黨中央討民調 但是呢都被拒劍吃了閉門羹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 這就很死聽了 我們政治結束 來看 所以呢 是